嗨,我是郭东霓 玉米浓汤的人都会煮 那今天我就分享 如何把家庭版的玉米浓汤 做得再进阶一点 欢迎收看郭东霓手做料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这一集啊 不只教你怎么做玉米浓汤 我好来分享 在做菜之前 什么工具可以先准备好 让你在做菜的时候 会更方便 更快速 那我们用下来看吧 这个生盘 这个啊 我们可以把切好的食材放在里面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部食材切完之后 再一次进行的烹煮 这样在烹煮过程中 就不会觉得说 我们还要切菜 又要再煮东西 会来不及 这样就会很方便哦 那如果没有中盘子的人啊 可以用一般的盘子也没关系 只要能装 切好的食材的容器就都可以了 橡皮刮刀 这个啊 这样我们等一下会炒面糊啊 用橡皮刮刀在拌的时候 它会比较好拌 我买的是耐热的橡皮刮刀 所以它是比较不容易溶掉的 如果你用一般的橡皮刮刀 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可能会溶掉 打蛋器 我们炒完面糊之后 后面会慢慢加牛奶 那加牛奶过程的时候 用打蛋器啊 在搅拌的时候 它搅拌的面积会比较均匀 所以比较不容易结块 那如果使用刚刚的 橡皮刮刀在搅拌啊 它比较容易结块 因为它接触面机 是有落差的 会比较不好搅 量杯 这个其实蛮便宜的 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买 要熬高汤 或是要在煮一些汤类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比例啦 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去量 说你今天要用几细细的水 这个上面都有颗度 很方便 那有大有小的 我这个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做菜过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容器放在这里面 那里面可以加 可以饮用的水 棒秤 其实这个一台也没多少钱啊 做甜点或烘焙那一类的 它们的东西 比较需要准确的比例 就一定会用到棒秤 家里在做菜的时候 我很不太喜欢棒秤 因为说真的很麻烦 那煮浓汤啊 不外乎就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最传统的 加太阪粉去勾芡 那第二种就是会加入 含有淀粉质的食材 例如马铃薯浓汤 或是南瓜浓汤 那可以点击左上方连结 我之前有煮过一两次的南瓜浓汤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三种方法 就是我今天会分享给各位的 炒面糊的方式 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影片 是做白酱 那我的炒面糊方式 跟做白酱会类似 那一样就是 奶油跟面粉1比1 那牛奶的比例就是 15至20 炒面糊的过程啊 因为它很容易焦掉 所以从一开始 锅子放入奶油的时候 都是以小火 让奶油自己融化掉 因为奶油它不耐高温 如果你活太大 它容易焦掉 那等到奶油完全融化之后 再加入我们的面粉 那面粉倒下去啊 就使用我们刚刚一开始介绍的 虾米花刀 做搅拌 等到奶油跟面粉完全结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倒入 我们的牛奶 那边倒的时候 必须用打蛋器 去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每加一次牛奶 它吸收完之后 再加第二次 等到牛奶全部加完之后 要确认 我们有没有结块 有结块一定要把它拉均匀 或者是把结块挑出来 一定要把这个结块都把它拌匀 不然到时候那个 整面火会解散一整颗的 等到面糊有点微滚之后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面糊了 那其实这一集玉米溶汤 要切的材料蛮少的啦 第一个材料洋葱 很多人会碰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洋葱每次切都会哭 都会哭 有这种方法 第一个 可以把洋葱泡水过去冰过 让它就比较不会刺激 就比较不会流眼泪 第二种就是你切的环境 通风一点 那也就不会流眼泪 那第三种就是 刀子一定要够力 当你刀子够力滑过去 它都切开之后 那它不容易出汁 这样就比较不会辣 因为如果你刀子不力啊 一直急啊它 它水流出来啊 我严重怀疑你一直在开车 那都会很辣 所以都会让你很容易哭啊 红萝卜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家庭版的嘛 那我会加红萝卜进去 老正方丁 但是我切小一点 因为为了让它比较快煮熟吧 火腿 我平常煮玉米溶汤 我都是加便宜的比较多 那今天为了要符合家庭版 所以我会使用火腿 那火腿我一样是切 老正方丁就好了 那火腿或培根 我觉得两个都一样 我都会先炒过 因为它们都是有油脂的东西 把它的油脂炒出来 你的汤会更香 我觉得有些人煮汤的习惯呢 一个锅子加水 全部才到对面玉 煮滚就好了 的确这样做煮汤没有错 可是这样跟煮火锅 我觉得没什么两样 我就是只有 食材的炉 本身的甜味 但是你没有香味 透过油脂跟火去炒出来的东西 会比较香 所以在煮汤的时候 我的习惯都是用炒的 那我们就准备热锅来煮玉米溶汤 不管是培根还是火腿 我们还是要用点油脂去把它炒 它炒会香 火腿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洋葱 香味出来之后 加入我们的红萝卜丁 炒香之后就加入我们的开水 加入水 加入水之后 我们加入我们的玉米粒 那玉米粒罐头里面的汤汁就不要 然后再加入玉米酱 玉米酱跟玉米粒大概就1比1就可以了 好 让我们滚了转小火 让葱萝卜它煮一下 葱萝卜煮暖 大约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红萝卜都煮完了 那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面糊 那面糊我们就是适量先慢慢加进去 一样加进去的时候先把它拌开 因为里面有料 有料跟汤要小心拌 不然它喷出来 我们可以先来做个简单调味 先加入盐巴 然后加点黑胡椒 排式玉米浓汤啊 一定要加鸡蛋啊 我已经关火了 然后慢慢倒慢慢滑 玉米浓汤就这样完成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煮好了 我们开始来试吃吧 红萝卜丁啊 我会建议可以再切小一点 那还有一种做法 果汁机去打锅 我也有做过这种版本 会把玉米粒 全部果汁机打锅 然后再锅滤出来 这个做法我会觉得 它比较偏向西式跟法式做法 不太像台式的 台湾人就喜欢看到 满满都是料 觉得看到料就是爽 真的很好吃 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人 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东尼 我最懂你 我们下次见 掰 如果有什么任何影片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想看 我拍什么料理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